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市區重建局 最近公佈想重建左敦那邊的八文樓 即是文英樓那些樓 那裡總共有八座很巨型的物業 以前是在油麻地避風塘旁邊 對道正一正在左敦道碼頭那裡 以前因為沒有海底隧道 是要靠一些道輪去接駁香港和九龍 所以以前在七幾年之前 即是有海底隧道之前 那是一個非常旺的地方 後來又田海又成為九龍站 又重新又旺 現在你看到根本整個西九 就是會由ICC練到過來 那八文樓其實說真的就是一九六幾年 現在去計算數都差不多有五十多 過多幾年就會有六十年 那時候他們計算地塊起多少呢 就不是用現在那個新的制度 即是不是用地積比 Plot ratio 這個制度 他們是用了融積率的制度 融積率的制度就是計算體積的 即是計算volume 就不是計算面積的倍數 所以他們那時候計算起的倍數是十七倍多 所以你會見到是非常密集 這個就是講解舊制 還有第二個舊制 就是你會見到文英樓那些 越上它會是越斜 因為越斜 為什麼會越斜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是要計算日照 即是說那個太陽要幾多十度 要去到那條街對面 即是這樣的時候 它要是斜尖頂的時候 才有機會曬得到另外一條街 這是另外一條日照的規矩 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即是說計算融積率 計算volume也沒有了 計算這個日照也沒有了 所以它就十七倍多的倍數的樓 如果現在要去收回這層樓 這堆樓 其實都困難都幾大 因為那個業權很分散 但是不收回又是幾大件事 因為以前文英樓那時候建 就是用鹹水樓來建 因為那時候製水 就沒有淡水供應 他們用鹹水去建樓 鹹水去建樓的時候 自然就會影響那個碩士的質素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一般的碩士其實是有壽命 即是碩士、鋼筋 除非你保護得很好 就像英國那樣 你那個保育得很好 那你可以上一百年、二百年 如果不是 一般的碩士的壽命 大概是七十到一百年 已經是差不多頂磅 那就是說那座樓 那個保養維修的費用 只會越來越高 而且物業的壽命到的時候 那個生命到的時候 始終都是要拆去重建 那麼這個地盤引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一些地積比的轉移 因為現在它那邊容許不到它 蓋那麼多 那麼做法會是怎樣呢 就是將一部份的地積比 就是轉移去其他地塊 去符合整個城市規劃的定準則 今天想說的八文樓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